大家好,我是Dickson 今天Archiever Tips 想和大家分享定律 叫做Code Portrulli 就是柯克氏定律 定律对于大家理解的传染病科学本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大家去理解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频道也欢迎大家订阅 有最新的资讯也会和大家即时分享 大家有什么学习难点呢? 首先,整条题目的设计都是跨课题 如何去跨法呢? 首先,第一件事先告诉大家 首先,通常题目出题的形式 有机会给你一件历史事件 那件历史事件里面 其实会反映有什么MOS4的本质呢? 第二件事,为什么会突然找出这个情景呢? 原因是因为真的对于你理解的传染病 有全面性的了解 所以特意讲了这个题目 第三件事就是身体范围 因为当你踏身体范围这一课 又或者踏传染病这一课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写不到词汇 希望有一些词汇可以帮助大家了解 而且当中当大家读这几词就不理解 不同的事情 尤其是오这个语完整的油 as 凌晾 包括当你唸显微镜的时候 大家都开始唸显微镜的使用 但片里感到的重要性 ale lugar 正在어준西よ 让大家掌握到夸课题究竟怎样出 怎样去增加自己的认知 而代理里面也有一些图片 帮助去刺激大家去理解整件事 还有如果大家不明白这条题目 说些什么的话 建议大家多看几次 看到明为止 先说一点 其实在以前的世代里面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传染病 真的很多 也都死了很多人 说真的 当中里面又有一些的霍乱 例如炭醉热 下去肺结核 白喉 伤寒 肺炎 鼠疫 下去破伤风 其实大家都听过这些传染病 当中里面 其实去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其实人类依然对微生物 在传染病 扮演的角色也是甚少认知的 所以在前线的医护人员里面 其实有位医生 议定了四条的准则 就叫做 区克斯定律 当中里面有四条的定律 这四条定律里面 其实想说明 去判断一种的心物是否引致 某一种的传染病的成因 这就是一个传染病 当中里面又如何去处理这件事呢 再说一些实际的情况 其实有很多前线的医护人员就是医生 其实他们时常都接触一些病人 有那个传染病 事实上真的太多 而且死了很多人 所以其实前线的医生 都想去找回 究竟如何去处理这些传染病 所以其实 我想前线的医生最清晰 如果让那个医疗系统 能够有效地 去能够鉴别到 那个病人是否有传染病 其实最好就有一些 systematic的方法 所以他自己 议定了有四个准则 如果合乎到这四个准则的话 即是简单来说 我就能够鉴别到 那个病人就会有那个传染病 所以其实这条题目 其实我也着重去问 那个柯克士定律那方面的认知 所以大家看条目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柯克士定律里面 是讲些什么资讯 其实总共是有四条法则 插开一点点说 其实如果你看看 microorganism 那个微生物 那个知识的发展的话 其实最出名 其实除了这条定律之外 还有的 例如 那时候 巴斯德肖玉法里面 使用过的 蛾颈小瓶 去否定 他的自然发生 学说是错误的 当中这里 我也不多说了 有兴趣的同学 稍后我会出片 讲讲 这个sportaneous generation 自然发生学说 和巴斯德有什么关系 最出名的就是 蛾颈小瓶 其实蛾颈小瓶 平时大家用的小瓶 和你现在用的 巴斯德这种小瓶 又不一样 原因是 因为 以前的 消波这个技术 其实下去是 玩到出神入化 但是 近年来 其实 很少人 就掌握到这个技术 所以 稍后再和大家分享 我们来看看 这个情况 当中 那个 定律里面 说些什么 大家看看 这个情境 首先提及到 四样东西 所涉及到的生物 应可在 患有 那个 疾病的生物体 里面找到 就是简单来说 如果 鼠鼠 其实落到有疾病 的话 即是简单来说 我会在鼠鼠身上 里面 能够找到 那个 致病的微生物 这个就是 第一个定律里面说的 但是 健康的生物体 是找不到的 就是简单来说 有两只 鼠鼠 有两只 老鼠 如果患病的 一定会找到 那个微生物 如果健康的 就没有的 好了 第二条定律 这个生物 可以从患病的 生物里面 分离出来 其实当时 那个技术 对于 分离 那个 的微生物 是有所困难 还有 培植也有困难 所以 幸好 那时候 已经掌握到 那个微生物 的培植 在培养面上 所以如果你追索 历史的话 其实 antibiotics 抗生素的发现 在培养面上 其实也是 做实验的 其实 是因为 那时候 这个技术 才开始 所以 人们才开始 用这个技术去做实验 所以 其实有时候 实验的技术 都会影响到 科学的进程 所以 在第二个定律里面 就是在患病的生物体 如果有病 就能够分离 那个微生物出来 然后 下去 培植 培养 它 这个就是第二个定律 第三个定律 就是培养得来的生物 经实验 引入健康的生物体 之后 就会引致那个疾病 简单来说 就是 那个生物体 我抽出来 我培植了去 有大量数量 然后 把那个微生物 和一个微生物 打进一个健康的生物体 来 打进一只健康的老鼠里面 这样 去到后期 如果 我发现到 那个老鼠有疾病 又或者 它死去 简单来说 怎么知道它有疾病 就是有病症和病状 然后 明明健康康 突然间又死了 然后 发生什么事呢 在那只老鼠身上 又把那些微生物 分离 和 培植了出来 简单来说 去到最后 又找到 又是关于那个生物体 事 就是 告诉你 那个生物体 那个微生物 就是引致那个疾病 的原因 当时就是这样想 但问题是 Dickson又画了一幅图出来 因为是显微镜的进步 下到显微镜的进步 就是简单来说 如果我在第一部分里面 我拿那些微生物出来 在那个显微镜里面 我间别到 那个 微生物 microorganism 之后再做完 抽出来 打进一只健康的老鼠里面 然后再用显微镜再看看 简单来说 我再进一步去证明 同一个微生物 就是引致同一个疾病 所以 其实科技的进步 其实 有助 一些科学知识 又或者科学 或者科技 里面的发展 就是简单来说 整件事就是 这样的去处理 OK 还有当时的人 你试想想 当时的人都很醒目 醒目在这边 其实不只是做一次 你很明显看到一件事 不只是有病 然后抽出来 去简别到的 那下去 它会看到 你那个科学思维里面 你都会看到一件事 再会找到一只健康的老鼠 再放回相同的微生物 再看看有没有相近的情况 出现 所以其实 其实当时的年代 那些人做实验 是很流行这样去做实验 尤其是在生物的实验里面 好了 讲这么多东西 不如看一下调题目 问什么 首先第一件事 单凭这个患病的动物 里面 我们去抽一些微生物出来 其实是不足够 去讲得清楚 告诉你 这种微生物是引致这个疾病 的结论 那你去解释答案 那为什么呢 其实那时候 柯核氏定律 一提出出来的时候 有些地方是可以的 有些地方是不行的 那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 用回我们现今的心学知识 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 例如我们的消化系统里面 其实都会有其他微生物 有一些 有益共生的微生物 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 例如一力多里面的活性乳酸菌 你喝了一瓶多之后 那些活性乳酸菌 其实就会躲在小肠里面 如果你看这段影片 其实用手指的形式 去记住涌毛 就会躲在那里面 躲在那里面 所以其实 也不会引致病 所以其实 如果去用现今的心学知识 去看当时的人的想法 其实有一些地方 可能是想得不好的 但问题是 你又回回头去想 其实那个医生里面 去推出这个准质 这些法质 其实是方便去做事去鑑别 究竟 那个是不是这个传染病 所以其实 你就要留意 尤其是用英文读的同学 你要留意英文里面 表达的形式 因为我相信的就是 Habber这些字 其实一般英文的同学 你未必能够有效地写到的 因为你未见过这些字词 好了 接着我们去看看 根据定律 定律一里面 第二个部分 其实有一些个案是不适合的 因为由于 代表健康的个体 都会有那些病原体 叫你举出这两个理由去解释 那个现象 其实整个答题的重点 你放在哪里呢 就是放在这一句句子 一个健康的生物体 外表很健康的 都可能会有那个病原体 如果用现今的心学知识 又如何解释现象呢 首先第一件事 先看看定律一 第二个部分是不会用的 健康的生物体是没有涉嫌的生物 即是那个微生物 那为什么呢 例如 首先第一件事 其实引致那个疾病 引致那个病症和症状的话 是需要那个 现在 例如 COVID-19 的话 我们需要去考虑那个病毒量 过去的影片里面 都已经说了给大家听 例如 我的快刷 OK 和那个 验的核酸检测 其实到快刷那里 你要留意清楚 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病毒量的问题 要过到特定的剂量 才能够測到的 但是如果你是那个 核酸检测 的话 你有少少都已经验到 所以 核酸检测 是准确一点 但是 如果用回我们的心学知识的话 其实 有机会就是 那些的人 有机会有那个病原体 OK 它是一个大菌症 是一个carrier 那什么叫carrier呢 你要解释清楚些 什么叫carrier 就是那个病原体感染 但是是处于那个潜伏期的 所以呢 英文的同学 或者中文的同学 你要留意一些 词会性的表达 OK 第二件事就是 可能那个人 健康的人里面有那个病原体 但是 那个问题是 它有抵抗力 和有免疫力 就是简单来说 可能他身体里面 有那个抗体 OK 所以便没事了 第三件事就是 可能那个病原体的数量太少 就不会引致那个疾病 所以 你见到 有时候 用一个 Historical approach 去出题目的话 你那个认对的策略就是 用现今的心目知识 去解释 以前那些人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限制 定律呢 是不应用于 在这个 人类里面 不应该应用于 在人类出现的 传染病的研究 OK 这个是传染病的研究 OK 那就指出哪条定律 那就叫你解释 为什么不能够应用到呢 那就是 这个 定律3 那为什么呢 其实呢 我们现在 这一刻里面 做实验 都尽量 都不要用 能类的 OK 那就落到因为 一个道德的考虑 OK 所以这里的 Fx 那个问题 大家又要掌握 那第三条定律 里面说什么呢 培养得来的 生物 就是其实那时候 那些人不知道 什么叫做 microorganism 那经实验引入 健康的身体 那如果用人的话 其实如果 人死去的话 就比较麻烦些 所以这个Fx 的问题 大家又要考虑清楚 好了 接着呢 跨课题 怎样跨法呢 就是 参考定律4 定律3里面 说些什么呢 那 定律3里面 就是说 如果你看回那个 定律的话 定律3里面 是说 这个 经感染到 那个 毒物再 分离出来 OK 那个微生物 就是在 健康的老鼠里面 打了一些 微生物 然后引致疾病 接着感染那个 动物再抽出来 OK 那个微生物 接着呢 就会涉嫌的生物 是相同的 就是跟之前那个 是一样的 那 那 用回现代基因的技术 是可以研究 再分离出来的 微生物 OK 叫你写回技术的名字 以及下去 去简述 那个原理 那就下去 其实就是DNA指纹分析 OK DNA 整件事就是 这样去答问题 OK 但是当中里面 其实呢 很多同学呢 就 误解了 电绒 就是它会拿出这个 GEL ELECTROPHOASIS 出来的 就是用这个 形胶 你下去 记住一件事 如果是 技术的话 那 其实呢 就是应该是 这个 DNA 指纹分析 OK 那这里就要 留意 这一件事 OK 回答的时候 小心一点 OK 那下去叫你去 outline 那就是背书体 那这里呢 其实呢 就涉及到E4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没有读E4的话呢 那其实 你都有一课呢 就是这个 生物科技 基因工程 你都要掌握到 例如recomponent DNA 就是那个重组 折折的技术 以及那个 GEL ELECTROPHOASIS 的 形胶电容 那是原理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 找那些课的时候 有一些基础的知识 你都是要有的 OK 例如在微生物里面 抽取那个DNA的样本 用限制枚 reception enzyme 那下去 切片段出来 接着 用到那个 形胶电容 OK 那就将 这个 大小 不同大小的片段 分离了它 接着去到最后 那一句 就是如何去铐别它 如何去铐别它呢 其实过去历界的 史题有问过 其实那个DNA指纹分析 DNA finger printing 其实是用来铐别的 有理无理也是铐别 人类也是铐别 亲子铐定 但是铐别中弱又如何去铐别呢 那下去 你已知中弱的样本 原本的Bending是这样的 那下去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下一次 营交电容 看看片段 有多少和真正的中弱 是相近的 如果相近的情况 例如 99% 那下去 很大机会就是 那种中弱 所以整件事 最后那句 我建议大家 很多同学 写了 营交电容 就算数 但问题是 如何去铐别到呢 那下去就是 和这个分离出来的 微生物 和原本的微生物的DNA 指纹的图案 是相同 或者相似 那我就能够铐别到 所以呢 其实整件事 其实这个Craft 我提过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其实整个的 基因的技术出现了的话 让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去掌握到 究竟那个微生物的资讯 好了 那下去 接下来 险微镜 对于整个科学的进程都很重要的 那么 那险微镜的科技的发展 如何有助研究不同种类的病原体 那其实在这个课程里面读过 病原体都有四种 那下去就是那个 Varvis 病毒 接下来就是那个细菌 接下来就是那个原生生物 和这个真菌 但是呢 那时候呢 如果你反思 那下士定律呢 其实呢 他当时呢 是针对些什么呢 是针对那个 的 针对那个 那个的 霍乱 和这个 的 商行的 情况 所以呢 其实呢 就想说给你听 如果你看回 科学历史的话呢 其实呢 当时propose这个 的法则呢 其实是 是将那个 理论公式化了去 那么 理论公式化了之后呢 其实是针对有很多的 一些 疾病的 例如就是 这个 的 霍乱 摊 碳 结核 这些的疾病 那其实这些的疾病呢 其实都是由 这个 细菌引致的 OK 所以 这些的法则 是方便了做事 但是问题是 当时那些人对于 微生物学的 知识 不够的情况之下呢 和 疾病呢 有一些是由病毒引致 有一些是原生生物引致的 所以呢 其实去到后期 我想首要的第一件事 没有显微镜的话呢 那下去 用回这个法则的话呢 有一些的疾病 是测不到的 有一些传染病 OK 但是你有显微镜的出现的话 其实就帮助你看得清楚 原来有些 小小的寄生虫是见到的 例如那个原生生物 例如那个药疾的情况 OK 那个药疾就是 那个利原虫的情况 用显微镜 OK 所以其实显微镜的出现 其实对于 那个传染病学的进程 是非常重要 那么 继续 那个的显微镜 有放弹率率越来越大 研究了很多的 细菌里面 有不同的 分子大小 有分子大小 那去到后期 再先进一点 电子显微镜 又能够观察到那个病毒 OK 那下去又能够掌握到那个 的传染病 有一些是由病毒传播 那去到后期 跟着去到上一题里面 分享的基因工程里面 你也可以看看DNA 或者RMA 去鉴别到那个病毒出现 所以其实整个流程 显微镜 和那个 例如 那个DNA 那个序列的测定 过去2017年出过的 OK 而如果用这种 的思维模式 肯定在这个传染病 里面 你就会知道 当时的人 其实已经很努力 了 但是现今 其实科技 真的先进了很多 OK 由显微镜 跟着去到一些 可能我们COVID-19 里面说的 核酸检测的情况 所以 这条题目 其实 你会看到一件事 情统里面一出 其实下去 可以帮到手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 是有些限制在此出现的 好了 去到最后一题 问一些 身体抑制的题目 下去 究竟这条的定律 当时提出了 如何帮助你 现今去治疗 和控制这些传染病呢 首要第一件事就是 可以帮助医生去 鑑别到 辨认到传染病的病体 如果你是细菌的话 那便放一些抗生素 去对付病原体 OK 第二件事就是 控制的问题 这里就是控制的问题 就是控制的问题 这个就是控制的问题 好了 当中里面 就是能够辨认到 那个传染病 OK 辨认到传染病的话 帮助我研究 那个传染病学 例如那个传播的途径 下来切断那个传播链 下来防止疾病传播 又或者 其实控制那个传染病的话 第二个策略就是 可以去发展一些疫苗 令到那些人产生的免疫力 令到感染的人数下降了 散播的情况 相对说就少了 所以中观言言 如果你问我 这个阿夏市订论的话 其实对于传染病学来说 是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 为什麽 Achiever Tips 里面 会拿这个题目出来讲解 原因就是因为 真的想告诉你 如果真的跨课题 这样出题目的时候 它会用什麽形式去出发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到大家去理解这件事 如果大家都对这一个影片 大家都欢迎大家点赞一下 还有下去 大家如果想得到最新的资讯的话 都欢迎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到大家 拜拜